《在電瓦城》 《在電瓦城》 《在電瓦城》講的是 一對男女跨越泰緬邊境 追求幸福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的一個故事 《在電瓦城》更是一個女孩的台灣夢 坐 鼓鼓唱 因為數百萬的東南亞年輕人 都想來台灣 但是很多人她沒辦法來台灣 她是透過先透露到泰國 去辦假政見 所以《在電瓦城》 就是一個台灣夢背後的愛情故事 她不只是一個青春片 她其實是關於這兩個女生 她們如果從13歲到34歲 有一種她不是愛情 但她有比一般友情大很多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她好的一面 我看小說我看《劇文》的時候 我能同情能理解這兩個女生 她們經歷的東西 我能理解她們的感情世界 我家賓就喜歡這樣了 只要你有過成長的痛 其實你在裡面都可以找到你自己 我告訴你 你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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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香港人來台灣二十幾年 她離槍背景那麼久 來台灣 到底為了什麼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迫於無奈的 然後人在同個土地上 在一起 很多人也迫於無奈來住這個地方 有些人一直就住在這個地方 那大家有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裡面 不要那麼多意識形態 不要那麼多分擾紛 大家可以很平平安安地過個日子 就是說電影永遠都不誇張 電影最誇張的是人生 你覺得什麼東西 比人生還更誇張 三人行 三人行是我自己對近來香港十多事裡的感觸 究竟有多少真有多少假 有多少假或反真 在社會里面不停在發酵 究竟我們記不記得 我們作為在一個有文明的社會里面 有道德在哪裡 這個故事是非常中國的一個故事 它反映了中國從幾千年的人情社會 向一個法治社會在過渡的 這個過程中產生的非常明白的事 我覺得這個圓和方 圓是李雪蓮 是人情 方是規矩 是權利 我面對的是層層疊疊的這個權利 它是我最堅持我自己的 最靠近我自己想法的一個電影 電影呢 這個現在超過我智慧可以回答的呢 我覺得電影對我來說是一個窗口吧 電影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除了電影也做不了其他的 電影就是畫家 化妝畫 他對生活的態度存在裡頭 我覺得拍電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 你在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你就不會想回來了 簡單來說不會太複雜了 是令我更明白人生是什麼 我今週為李雪蓮先生 你為什麼能這樣做 我算是未來的 我算是一段時間 老房子 你閃樊 老房子 你為什麼要做不到 你為什麼要做得到